水门桥有多敢拍 这三处细节高度还原史实 大家可以仔细回想 能把美国当成反派来拍的电影有几部呢 但长期胡知水门桥却做到了 他不但敢拍 更把史实还原做到了极致 比如电影里的这个细节 在七连首次进攻前夕 防守的美军指挥官说 别把他们全间留点人娱乐娱乐 而这个所谓的娱乐 翻译过来就是虐待战俘 据资料记载 当年美军的残忍不比那帮小鬼子差多少 对待战俘最仁慈的手段 就是把他们扔给刚来实习的军医练手 打针就行的必须开刀手术 切脚趾就行的必须从大腿开始截 小兵往大了至大兵往死里至 日内瓦公约在他们面前就是废纸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在电影中 一阳千玺扮演的五万里 看到躺在床上的美军伤兵后 把肾上披着的棉被给他盖上了 没错 我军就是这么的善良 还是据资料记载 在一场遭遇战后 美军小队被打退 隔天来交火地收尸时 发现他们的伤兵被裹上了毯子 好好地躺在路边 这时咱们善良的战士 怕天太冷给他们冻死 面对自己医疗手段落后 无法救治战俘的时候 我军甚至会主动 把他们还给医疗水平更高的美军来医治 志愿军的仁义之举 迅速引起了国际舆论反响 赢得了国际上的尊重 而这一举动更是影响到了战场 后来的美军 一旦看到志愿军冲到面前 立马举手投降 当俘虏可比作战安全多了 这是人道主义 也是攻心的战术 正所谓人一之师 不战则以战则必胜 战后美军士兵对志愿军的回忆是 战斗时英勇无畏 却又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电影中的这个细节 还原度也很高 在美军陆战医师准备撤退时 总指挥的说法是 这他娘的不叫撤退 咱们只不过是换个方向进攻 所以美军在朝鲜战场上 还真是学到了韩军反向冲锋的精髓 要不说这个统帅史密斯 也是个脑子火落的人 既然迈克阿瑟你不让我撤 那我就给跑路换个说法 而从宏观层面来说 美方深深地感受到了 我军发威会是什么下场 当年咱们告诉他 别越过北北38度线 他们非得当耳旁风 而到了越战期间 咱们再次警告他 别越过北北17度线 这次他们是真听劝的 打了14年 也没敢越过这条底线 因为他们一想起在朝鲜的经历 就后背发凉了 另一方面 此片在拍摄时 真是难道假了 本来是定在2020年2月9号开机 但好巧不巧正赶上疫情 不光导演来不了 配合的工作人员也过不去 而此时已准备完善到什么程度呢 所有装备物资到位 演员在那眼巴巴地等着 只要有人喊开机 这片就能拍起来了 当时一天的损失就是400万 最后制片人只能无奈地 开始疏散前期过去的1800多人 租的设备怎么运了 还得怎么运回去 一大笔资金就这么打了水漂 而在等待下一个冬天到来的时候 编剧们再次打磨剧本 开始考虑艺术创造的主角 和历史人物的交集 我们后来在电影里看到的 宋诗伦 丁雕连等情节 都是在这一时期加上去的 并整部片子更具史诗感 而在疫情稳定重新开机后 剧组为了赶时间 找来了86家特效公司 边拍边做后期和特效 虽然造成了一些浪费 但是没办法 时间实在是太紧了 而由于疫情的原因 这部电影的所有版底 几乎都是国内的 但对国产影视行业来说 这也是一次解阅 事实证明了 仅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也能做到世界一流的技术效果